冬季穿越俄罗斯西伯尼亚去北极圈 大家好,我是大亮 昨天我们离开了亚尔斯克 现在我们是往贝加尔湖方向出发 现在这个温度是一天比一天冷 昨天晚上也是达到了离下30度 昨天晚上冻醒了好几次 目前离下30度 咱们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柴暖装上去 现在这个柴暖就是排气 排气不知道怎么排 得想办法从那个窗户排出去 得弄一个孔排出去 我刚才煮了一个面条 哎,面条煮干了吗? 哦,这面条煮干了 哦,这面条煮干了 听当地人讲,这边晚上外面有熊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现在目前车子是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暖风啊 通常暖风 得去弄一下 过几天这个煤气罐估计也没有用了 到时候会打不着火 车上一丁点水都没有 全部都冻住了我 找点干净的雪 化水 这个雪特别干净 雪白雪来的 而且特别细腻 现在这个气温低 这个电影用的快了 你看只有60%电的 但是没关系啊 哇 这个雪水还真的是很干净很干净 刷个牙洗个脸 我们就出发 好 这放勤快点才有的吃 不勤快但是真吃不上啊 外面找不到吃的你看两个鸡蛋 嗯 这一口功夫这碗底下就结冰了 瞬间结冰 就会帮忙一下 就会碱一下 就会变成的 那里面有个篇 那么多了 这个眼镜 就会干净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还不到4点钟就已经开始天黑了 现在这个天黑是越来越快 到了一个服务站 据说俄罗斯这边加油不用熄火 你看这边的油是95号 57弩布合着是4块6一身 我翻译机没带他听不懂 加20002000 对2000 特子确实不用熄火 然后加油都是自个加 给你们看一下我车底上有啥 一个三文鱼一个大龙虾 记住啊 我那条这么大的三文鱼才100块钱 全部都是老车 现在到了一个小城啊叫坎斯克 在这边发现一个商店还是啥 先进去看一下啊 我想买点水 一般在这边买东西都是凭感觉 就是看着像啥就往里面走 这就是商店 哦汽车配件也有 哦这是五金店呀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我一直想找个板子 把我的那个柴暖那个固定上 我做一个模板啊 做一个窗户模板 然后钻两个孔 我的柴暖就可以装了 你看这个板子就挺合适 这个拿一块 一片我只要一片 哎对一片 哇我感觉我们这次柴暖可以装上去了 还有就是这个管子短的 我得想办法接起来 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个接住 哦 找地方电焊也找不到 这边都找不到 看一下把它裁一下 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之前一直找板子找不上啊 这个就是贵一点啊 花了110块钱 现在咱们去找露营地做饭吃 肚子特别饿呀 看一下找了这么一个营地 深山老林里面就我一个人啊 因为路边不敢停车 然后市里面的话 路营也老是被人围观啊 你看 这里面就挺好 就我一台车 前面路啊也没有出手印 深山老林 哎这里面是什么脚印这是 看 深山老林老林里面啊 现在准备开始做饭吃了 东西墙都搬出来了 然后做好端到车里面来吃 你看车里面也准备好了 现在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好了啊 做好之后放那吃 忙活了一晚上啊 晚上就煮这个火锅吃啊 火锅简单一些直接煮 你看三文鱼 然后这个螃蟹腿煮火锅 三文鱼 直接吃清淡一点 在外面把食材准备好了 然后在车里面吃饭啊 你看煮的火锅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 外面现在此时此刻 温度已经快接近零下30度的 但是车里面特别懒活啊 你看 小站的要这么一站 相机动关机的 嗯 好吃 味道非常鲜美 这个三文鱼煮的汤就是好喝 其实不用哪条料也可以 特别好吃 你看我车里面 特别方便啊 刚才直播的时候 一直有人说有熊啊 本来想在外面拍几个镜头 也拍不了 相机一拿出来就熄火了 现在东西也没收拾 然后饭已经吃完了啊 就准备睡觉 来给你们看一下外面啊 外面能能冒白烟啊 这个桌子啊 明天再收 你看这个树 这个树实际上就像一个冰树啊 啊 冰树 我前面都已经塞满了 那 晚上就在这休息啊 等会儿就把车子 等会儿就把车子熄火了 今天这个饭吃的特别舒服啊 这个螃蟹配这个三文鱼是真好吃 我烧个开水喝一下啊 把我的药喝了 然后就准备睡觉 好了 朋友们 今天视频到此结束啊 我们明天见 明天带你们外面看一下这个环境啊 这个地方是我昨天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的呀 方圆几十公里 就我一个人啊 一台车 明天给你们看一下 穿越了一遍原始森林啊 喜欢我大量的给我点个赞啊 谢谢你们